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好,我是CK老师 今天呢我们来看六年级整数与运算 里面读出和写出数目 这里呢其实就是我们最平常的就是把那个数目给读出来而已 那首先我们先随便在这个图画里随便挑几个 例如说我们挑印尼 印尼这个应该怎样读呢? 印尼这个呢应该读1亿702万4950 好,来,我们在Column来选个菲律宾 菲律宾这里呢在这样子有第七个位数的时候呢 将会是你们要学的就是百亿 百万,所以呢是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七百一十六 好,这就是怎样读出来 然后写出来的话就其实就好像老师这样说的 你们就把它写成话语就可以了 下面这里呢就是你们需要学的一个小小个额外的知识 就是翻为个位数万位级别的还有异位级别的 这些你们都是需要稍微去注意一下的 对你们后面都会有帮助 好,来,我们再看第三面 其实第三面上半部分呢 其实也是刚才一样就是读出和写出而已 好,这里我们就可以省略不看 我们看下面好不好 下面这里呢老师会读出应该怎样念 然后念的时候呢会有华文字 就老师会念华文嘛,那就是你们的答案了 好,来,第一题呢将会是两百零三万四千八百九十九 第二题,四百一十二万两千 第三题,一百六十五万四千八百七十四 而后面几个呢将会是要你们从文字转换成数字 我相信同学们都会把这里 这里呢你们就一样写会两百七十二万零三百二十六就行了 就把它变成数字 然后第五呢是八百五十九万两千零一十一 而最后一个将会是三百五十万八千零一 相信同学们在这里都会吧 好,老师经验课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